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要说 我主请你教导我们 指示我们 打开我们的心 打开我们的耳 我们愿意静听 愿你的话语 在我们里面生根建造 使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 我们这样祷告 那是奉靠耶稣阿哈马圣的名 阿们 下个礼拜我们讲到 亚伯拉罕在摩利亚山上 献以上 之后我们看见 这22章告诉我们说 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 他们一同起身往别士巴去 亚伯拉罕就住在别士巴 在这个经文里面 我们看不见以撒的名字 自从在摩利亚山上 亚伯拉罕把他放在祭坛上之后 我们就再也看不见 以撒的名字在这一段经文里面 我们看不见了 接下来我们看见的是 以撒的妈妈 撒拉的过世 上个礼拜有人问我说 如果以撒照着犹太人的说法 拉比的文献他们所说的是 他37岁被陷在那个祭坛上的话 那么撒拉活了127岁 你们知道他几岁生以撒的 90岁 90岁加上37几岁 127 所以呢 故事又继续发展 据说当撒拉早上起来的时候 没有看见他的儿子 没有看见他的丈夫 亚伯拉罕 然后他心里面就明白 有据说 有撒旦在他旁边对他讲话 所以他很快就起来 骑着骆驼或是骑着驴子 总之就是往着那个方向去 走到了西伯伦 从别士巴他们原来居住的地方走到 往北走走到西伯伦 他就在那个地方不知倒地了 所以据说以撒听见这个事 他赶到西伯伦去 撒拉就在那个时候过世了 你信不信有你 但是我们知道 撒拉死了 很奇妙的是 当我们在看23章的时候 有几个字一直在重复着 就是我的死人 你的死人 我的死人 你的死人 有没有看见 不停的讲我的死人 你的死人 我的死人 你的死人 一直围绕着这个 我的死人 你的死人 成就了一件事情 这是今天的主题 Sara 是什么意思 讲的这个名字很奇妙 这个题目其实讲的是 撒拉的一生生存的日子 他讲的一生生存的日子 这讲的这个 这个话语的意思是 指的是撒拉活着的日子 撒拉生存在这个世上的日子 没有讲到他死 今天的题目不是讲他死 当然我们又可以从这里看到 耶稣曾经在信约里面 他告诉他的门徒说 神不是死人的神 神是什么 活人的神 亚伯拉罕如今人就活着 撒拉如今人就活着 我们一定要认识圣经里面 他在讲的一些事 然后知道神的 神的孩子 神的儿子 神的女儿们 我们的那个地位在哪里 信神的时候 当你听到福音 告诉你说 你愿不接受 耶稣基督的时候 你说愿意 你的生命就跟那个永恒主连上 他的生命 圣灵 神的就进到了你里面 你永远的生命 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明白吗 你不是死了以后 在等候有一天 我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 不是 你的生命在你信耶稣的时候 就开始了 那个永远的生命 不会朽坏的生命 所以我常常 很大胆的告诉 那些听福音的人 我说基督徒不会死 你信耶稣的人不会死 信不信有你 你不会死 你生命跟那个永恒主连接上 连上关系 今天23章 在这里的记载 虽然讲到是亚伯拉罕的死人 赫人说你的死人 在讲死人死人 但是在这个讲你的死人 我的死人的中间 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的 直到今天仍旧非常重要的 成就在这个23章里面 是什么事 就是亚伯拉罕 为了撒拉 他花钱 他花了400银子的瑟克勒 买了一块地 买了一块地 而这一块地呢 你不要小看23章 创世纪23章 这一块地在这里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合法的 不管是在赫人的面前 不管是在以色列百姓的面前 在全世界的面前 这个23章都可以作为一个证据 那个证据就是亚伯拉罕 花了钱买了一块地 而这一块地 他在买这一块地的时候 有许多的证人 我们可以来看 第十节 23章第十节 当时以弗伦坐在赫人中间 于是赫人以弗伦在城门出入的赫人面前 在那个城门进进出出的 有许多的人 他们在那个地方 在交易着 我们去过以色列的人都知道 城门 在当时古代城门 其实就是审判的地方 就是法官 那些长老 坐着的地方 谁要进去做生意 对不起你 一定要先经过他们的审问 你才可以进去 进出 要经过这个城门 这个城门 有这个城里面的 合法的 具有那个审判权的 长老们坐在那个地方 所以当亚伯拉罕来到 坐在城门口的那一群赫人面前 也就是说他来到了西伯伦这个地方的 那些有权柄的人当中 在那里做交易 在那里要买一块地 所以这一块地的成交 是在众人的面前 我相信亚伯拉罕不是一个人去 亚伯拉罕一定也带着他的仆人一起去的 有证人 双方都有证人 所以当 这位贺人 以弗罕跟他讲说 我主 你请听 我送给你这块田地 我送给你 连田间的洞 也送给你 在我同主的人面前 都给你 都给你 你可以埋葬你的死人 如果是你 你要怎么回应 代谢主 你为我预备了 太好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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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去了 有一天你会发现 这个贺人 以弗论的子孙 可以来 把你赶走 为什么 我爸爸那个时候脑筋不清楚 把这个地给了你 你没有凭据 一点凭据都没有 成交不算 我没有仔细的思考 亚伯拉罕不是愚笨的人 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 我们在前面已经看见他 当他在四王五王之战的时候 他得胜回来 索多玛王跟他讲说 你什么都可以拿去 就是把人给我 但是亚伯拉罕跟他怎么讲 就是你的一根线 一根鞋带 我都不要 免得你说 是我索多玛王 或是那些五王们 使你致富的 不要 亚伯拉罕不要 他要的是 他相信神的应许 他相信神要给他的 他单单所要的 就是从神那里来的 一直在这里 本来这个人说要送给他 但是亚伯拉罕说 你若应允我 请听我的话 我要把田价给你 求你收下 我就在那里埋葬我的死人 以弗人回答说 哎呀 我主啊 请听 这块地不过只四百社克勒银子 算什么呢 你只管去埋葬你的死人吧 亚伯拉罕一听到了 这个钱数一出来 他就平了四百社克勒银子给他 哎你们以为四百社克勒银子 很少 这是一笔非常大的钱 非常非常多的钱数 是超值的 这个本来要送给他的这个贺人 其实开口跟他要的是 超过这个田地原来的那个价值 但是亚伯拉罕给了 在众人面前 在他自己的家人面前 在贺人面前 在所有路过的人面前 他们定下了这个合约 地契就转交给亚伯拉罕了 十七节说 麦比拉 曼利前 以弗论的那块地 那块田 和其中的洞 并田间四围的树木 都定准归于亚伯拉罕 你不要小看这几个字 这几个字 不能改变 不仅那块田 还有那个洞 还有四围的树木 都是属于亚伯拉罕 还有他的子孙的 这是亚伯拉罕 唯一在神所应许 他的这个迦南美地上 唯一属于他的 他是用钱买的 神告诉他说 这一块地 今天我们看的这个很大的 以色列地还只是一部分而已 很大的一片地 是神要给亚伯拉罕跟他子孙的 直到他死 他都没有得着 但是他凭着信心 他把他的死人 撒拉 埋葬在这块地 他没有把他运回他来的地方 就是这块地 在这里有个见证 这块地是耶和华神要赐给我的 这个交易直到今天 甚至我可以说直到永远都成立 明白吗 都成立的 非常重要的 西伯伦在今天的日子 你如果到以色列去 我不敢去的 不是不敢去 我曾经试着要去 但是他们跟我说 我们要看有多少人要去 因为他们必须要住一部 防弹车 防弹的那个巴士 因为现在是在巴勒斯坦人 就是我们所谓巴勒斯坦 阿拉伯人的首重 以色列人不能去 犹太人不能去 可是这个经文在这里 对不起 这是以色列人的 这是属于以色列人的 今天的仇敌 许多的时候 否认以色列人 曾经在这一块地上 生存过 这是很可笑的事 因为圣经明明的记载 亚伯拉罕在那里 葬了他的妻子 莎拉 之后我们知道这块地 不仅只有他们 还有以色 还有利百加 还有雅各 还有雅各的妻子 利亚 埋葬在那个地 创世纪 亚伯拉罕在这里 买了一块地 我们在后面 我们看到雅各 从巴旦亚兰回来以后 这是我们一定会讲到的 巴旦亚兰回来以后呢 他在事件买了一块地 希伯伦在南部 事件在北部 我们这次去过了 远远的看到事件 对不对 看到事件那个地方 事件买了一块地 然后大卫 在中间 就是今天的耶路撒冷 买下了 如今我们说的圣殿山 这三块地 有平有据的 有地气的 是属于以色列人的财产 我们在这里看见 这件事情 你一定要放在你的心里 我们作为神的子民 当你看到这个媒体 世界上的媒体 新闻在报道 在指责以色列人 不应该占领别人的地方的时候 这些经文要来提醒我们 那不是真实的 这块地是神赐给以色列的地 并且他们在那里 买了三块地 买了三块地 我希望这件事情 大家能够放在心上 好不好 就是能要记在你的脑海里面 你会知道 接下来 今天我们的重点 是在创世纪第24章 创世纪第24章 我们刚刚没有念 但是从这里呢 24章可以说是 或许是创世纪里面 最长的 非常长 一共是67节 很长 但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非常的重要 24章一开始告诉我们说 亚伯拉罕年纪老慢 你知道到此为止 你还是没有看到以色 没有出现 没有任何的记载有关以色 好像他经历了 被陷在那个祭坛上 做繁祭之后 你就看不见他了 那在这里 为什么说24章很重要呢 我们可以直接来看 我会从三个地方来看 我们第一个来看的就是 这位仆人 24章有一个仆人 这个仆人是谁 第一个我们要看的是 这里有一个女子 这里有一位女子 她被拣选 被呼召出来 要去当新妇 跟你跟我的关系是什么 第三个 我们要看见的是 为什么人会把以撒 将他预表 弥赛亚 以撒预表弥赛亚 那我们从这三点 我们一点一点来看 我们先来看这个仆人 先来看这个仆人 亚伯拉罕 年纪老迈 向来在一切事上 耶和华都赐福给他 亚伯拉罕 对管理他全业 最老的仆人说 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 我要叫你指着 耶和华天地的主 启示 不要为我儿子 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 你要 往我本地 本族去 为我的儿子 以撒娶一个妻子 亚伯拉罕 开口 对这个仆人说话 这个仆人是谁 从头到尾 圣经没有记载 他的名字 你可以讲 他是一位无名的仆人 如果我们可以猜测的话 因为他是管理 亚伯拉罕 全业 最老的那一位仆人 或许我们可以打开 创世纪十五章 创世纪十五章 我们来看 或许我们可以大胆的猜测 这位仆人是谁 我们看十五章 第一节 这世以后 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 亚伯兰 你不要惧怕 我是你的盾牌 必大大的赏赐你 亚伯兰 说主 耶和华 我既无子 你还赐我什么呢 并且 要承受我家业的是 大马色人 以利 以谢 亚伯兰又说 你没有给我儿子 那生在我家中的人 就是我的后世 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 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世 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世 我们在这里看到什么 我们在看到是 神说 我要赏赐你 亚伯兰说 我没有子 你还赐我 赐我什么呢 你给我这么多做什么呢 没有人继承 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那一位大马色人 以利以谢 你要记得大马色是在北边 是亚伯兰来的那个地方 这个人是生在他家中的 可见的这个人 以利以谢是 从baby的时候 出生的时候 就在他家 就在亚伯兰那里 亚伯兰的 富家的地方 他把他带出来 那这个人跟着他多久 非常非常久 非常非常久 或许我们可以大胆的假设 但是不会错 大概不会错 亚伯兰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 这个仆人会是谁 以利以谢 以利以谢 可是我们在这里看见 他没有名字 没有记载名字 甚至于刚刚你在15章的地方 你看到耶和华 听到亚伯兰对他说 那个大马色人以利以谢 要继承我的家业的时候 神回答他的话 连以利以谢的名字都没有提到 这个人不是 不是 只有你生的才是 神非常的执着 非常的 非常严肃的对他这么说 你要放在心上 他说 他要叫他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 他要他把他的手放在他大腿底下 我们这么翻译我对不起啊 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圣经翻译的非常的文雅 你不知道他放在哪里 总之他放的地方就是 如果你没有遵守这个 启示 你就会绝止绝孙 你明白吗 你知道这一个启示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那不是一个小誓言 你要明白 而且他是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 指着神 有没有比神更大的 没有 这位以利以谢 如果是长在亚伯拉罕家中的 跟着亚伯拉罕一路这样出来的 他有没有亲眼见证这位造天地的耶和华神 在他的主人身上所行的神迹 有没有 他一定经历 他一定经历到这些神迹 明白吗 所以今天写在这个创世纪24章的这一段发誓 非常的严重 跟我们前面在讲的 那个跟贺人买一块地签约的 拿到地气的这样的一个合法性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你明白吗 那个地气永远不会改变 这个发誓呢 也是 你既然发了这个誓 你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一定要完成它 你一定要照你所起的誓 完成 这个仆人知不知道这个意思 他非常知道 这不是开玩笑的 对他来讲 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 你不要为我儿子取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 为什么 今天如果我们读完24章 你对24章不熟的人去说 如果你不熟 你回去再仔细再读一次 多读几次 非常重要 我们看见 这整个的过程 所记载的 其实 跟着塔拉 这个家族 有密切的关系 我们表面上看 你以为说 这个记载 完全是绕着亚伯拉罕 以撒亚各在走 对不对 可是你要记得 在这前面 在这前面 一直到亚各 从巴达亚兰回来 这整个的故事的记载 12章一直到37章 完全是在讲着 塔拉的家族 你明白吗 塔拉的家族 塔拉是谁 亚伯拉罕的爸爸 据说 据说当年 有两种说法 说是神是呼召塔拉出来的 于是塔拉呢 就带着他的儿子们 儿媳妇们 一路走 走到哈兰 然后他就不可能走了 就留在那里了 后来呢 神说 这个塔拉不听话 我就呼召 亚伯拉罕吧 于是 他呼召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就从那里出来 这个说法呢 我不同意 为什么我不同意 当神呼召一个人的时候 你以为他会放他走吗 如果神真的呼召塔拉 你觉得塔拉可以逃得掉吗 你如果觉得他能够逃得掉 我劝你去看约拉书 逃不掉的 所以 第二种说法是 神呼召亚伯拉罕两次 一次就是在乌尔的地方 所以他就出乌尔 但是他说 他跟他爸爸讲 神呼召我的事 爸爸舍不得 就跟他一起走 就慢慢走 拖着他慢慢走 就走到哈兰 爸爸说 我走不动了 再等等吧 谁知道这个神 真的是假的 对你讲的话是真的吗 等等 但是神第二次向亚伯拉罕显现 对他说 你要离开 离开你的本地 本族本家 你的富家 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 于是亚伯拉罕 这个时候怎么样 听进去了 他就离开 他离开了 这个我比较相信 但是 等到他有了儿子之后 以撒以后 他要为儿子选妻子 为什么就一定要回到他自己的本地 本族本家去呢 为什么 为什么不能娶迦南帝的人就好了 我常常想 以色列雅各的十二个儿子 其实娶的是迦南人 犹大一定是 他马一定是迦南帝的女子 以扫不是娶了迦南人吗 对不对 可是亚伯拉罕告诉他的仆人说 你不要为我的儿子 娶一个迦南女子 你一定要回到我的富家去 娶妻子 回到他拉的家 从此之后你看见 不管是利百家也好 不管是利亚 不管是拉杰 都是谁的后代 都是他拉的后代 整个家族 现在以色列人 整个家族是从那里拉出来 或许我们可以来看 神的呼召 跟神的恩典 因着一个人的顺服 因着亚伯拉罕的顺服 神继续眷顾这一个家庭 整个的家族 超过他们所能够想象的 或许 我们放在心上 但是有一点有人提到 为什么不能娶迦南女子 记不记得亚伯拉罕的先祖 叫做挪亚 也就是我们的挪亚爸爸 他有三个儿子 对不对 他曾经咒诅谁 挪亚曾经咒诅谁 咒诅迦南 或许 我一直在讲 或许 是因为 值得我们去思想 值得我们去思想 圣经没有明讲 但是这个被拣选的家族 担负着神 在永世里面的一个计划 这个家族 每一步所走的路 都有神的计划 一定要完成的 我相信亚伯拉罕 一定有神 告诉他的启示 你到你的本族的地方 为以撒娶个妻子 所以他把他的仆人叫过来 叫他发了一个诗 这个仆人发誓 发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诗 这个严重 关系到他的自己的后代 所以当他有了这个 发了诗之后 亚伯拉罕对他说 你要谨慎 你不可以带我的儿子 回到那里去 因为仆人说 如果这个女子 不肯跟我来 我是不是要把你的儿子 带回去呢 不可以 为什么 亚伯拉罕深深的相信神说 你跟你的后裔 要居住在这里 因为我要把这地给你 亚伯拉罕真正的相信 神的应许 所以你不可以 把我儿子带回去 他不再回来了 不可以 绝对不可以做的事情 在这里我们看 亚伯拉罕的信心 对神的信心 亚伯拉罕对这个仆人说 耶和华天上的主 曾带领我离开 富家和本族的地 对我说话 向我启示 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 你的后裔 他必差遣 使者在你面前 非常的有信心 他已经应许了 我们要学习 为什么 我今天想花一点时间 从圣经上来讲 神已经应许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非常有信心 他说 他必差遣 实则在你面前 你就可以从那里 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 倘若女子不肯跟你来 我使你起的事 就与你无干了 只是不可带我的儿子 回到那里去 于是这个仆人 就跟他起了一个事 非常严重的事 我们来看这个仆人 这个仆人承接了一个 极重要的一个使命 而且是指着 耶和华天体的主 所做的 这个仆人 在新约的学者里面 或是新约的信徒里面 一致的同意 这个仆人 也预表着圣灵 你明白吗 也预表着圣灵 你要认识圣灵的工作 你要认识他 这位圣灵 被差遣来到这地上 他其实不是要尊容自己 你说圣灵是谁 圣灵就是耶稣的灵 圣灵是谁 就是神的灵 你不能讲以利以谢是神 我不是这个意思 他们说来看 为什么以利以谢 被预表成圣灵呢 这是他在职位上 职位上 他的职份上 他所做的事情上 很像 很类似 可以说预表着圣灵的工作 我们看见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 14章到16章 很长 你去看 当他告诉他的门徒说 我若去 我就要拆遣 另外一位宝会师来 这位宝会师呢 要把受于我的来告诉你们 不仅告诉你们现在的事 他还要告诉你们将来的事情 这位宝会师不是要荣耀自己 这个宝会师要完成神所托付的 宝会师来做什么 来帮助耶稣基督的心腹 来寻找心腹 他来到这世上 不仅要帮助耶稣基督的心腹 还要寻找耶稣基督的心腹 你明白吗 所以这个仆人的第一个任务 他就是要来寻找心腹 为他的主人寻找心腹 所以这个任务非常非常的重要 你要放在心上 我们一点一点的来看 这位仆人带着礼物 亚伯拉罕不是一位平常的人 不是一位平常的有钱的人而已 据说他其实是富可敌国的 赫人以福论告诉他 你在我们当中是一个尊大的王子 他自己好像有军队一样 你记得他带着三百个人 能够打败那个四王 把所有掳走的全部都带回来 他有军队 这不是一个平常的人 所以当他为了他的儿子 要去找一位心腹的时候 他带了多少的礼物 尊贵的礼物 贵重的礼物 如同圣经告诉我们说 当耶稣升上高天 掳掠仇敌升上高天的时候 他怎么样 他赐给属于他的人 许多恩赐 他将他的礼物赐给了属他的人 你是他的心腹 他一定有赐给你 极宝贵的礼物 你一定有得到 他赐给你的礼物 非常宝贵的礼物 在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 你如果是属于他的 所以我常常讲 如果你问你自己说 哎呀我什么都不会 哎呀我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这很严重 第一你到底是不是 他的心腹 第二 他给了你 你竟然轻看 这还更严重 他给了你恩赐 你说我没有恩赐 就以神为说谎的 哎这严重不严重啊 相当严重的 他一定给我们礼物 他一定给我们恩赐 我们要好仔细去想 然后他就去了 你知道从西伯伦也好 从别士巴也好 如果亚伯拉安住在别士巴 你知道从这里走到 巴黛亚兰需要多少时间吗 他是有钱人 他搭着骆驼 骆驼比较快 骆驼有一个名字叫做 沙漠中的方舟 沙漠的船 沙漠中的船 交通工具 沙漠中 所以骆驼能走 沙漠能走 这样走 据说都要一个月 走一个月才到 现在飞机不用 一下就到了 要走一个月 风尘仆仆的 终于走到那个地方 那个时候没有GPS 没有地图 没有手机 没有Google 你不知道你现在到哪里去 你只要查一下就可以了 没有 他只有一个方向 知道是往北走 亚伯拉罕是从北边来的 往北走 他就走 就走到一个地方 走到一个地方 天将晚的时候 众女子出来打水 她便叫骆驼跪在城外的水井里 很奇妙 圣经里面很多的地方 当他在讲到信父的时候 都跟井有关 你先放在心上 跟井有关 这位仆人来到了这个地方 来到了水边 天要晚了 女子要出来打水的 都是女人在打水的 在耶路撒冷也是 我们知道是女人打水的 这个仆人先做了一个祷告 他先做一个祷告 他做什么祷告 第十二节 他说耶和王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 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 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 求告他主人的神 我现今站在井旁 城内居民的女子们 正出来打水 我向哪一个女子说 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 他若说请喝 我也给你的骆驼喝 愿哪女子就做你所预定 给你仆人以撒的气 清楚不清楚这个祷告 他不是说 那么多人都出来 女孩子这么多这么多 请你奇迹式的超自然式的 告诉我就是那个 他不是这样讲 他不是要神现一个神迹 或是在他头上有一个光出现 或是或是都不是 他讲得非常非常清楚 非常清楚 就是我去跟他要水 他说我给你水喝 然后他还说我给你的骆驼喝 这两件事 你不要小看 这个仆人 仆人很有脑筋的 他做了这样一个祷告 祷告都还没有完 祷告还没有完 以赛亚书65章24节 我们只是忽然间想到 你知道我们的神 你要认识他 我们从圣经里面 就是要来多多的认识他 以赛亚书65章24节 我们的神要认识他 65章24节 他是说他们尚未求告 我就应允 正说话的时候 我就垂听 他们还没有讲 我就听见了 我就应允 今天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 忽然之间有一个极大的一个启示给我 我所谓极大启示是真的 我真的忽然间感觉到 我不晓得你们会不会祷告 就是主啊 为什么都摸不着你 为什么都感觉不到你 甚至于我都没有听见你的声音 会不会 你会不会觉得神离你很远 会不会 我需要他的时候 他在哪里 对不对 可是当我们今天敬拜赞美的时候 他忽然之间给我一句话 他说 我是那充满万有的 他充满万有 你知道这个意思吗 充满万有 今天在这里的空间 我们看这个房间好了 这个房间有没有很多的空间 他充满在这里 在你跟这个空间之间 有没有任何的空间铸隔 没有 明白吗 他充满万有 然后呢 他又说他又在你的里面 他在你里面 你说这个不大 我觉得大到我真的是 真的是没有办法想象的 他在我的四周 他在我的前面 他在我的后面 他在我的旁边 他在我的里面 他想离开都不能离开 你明白吗 对不起 我说神 神也做不到 他不能离开我 他与我同在 他充满我 他充满你 你明白吗 你以为你摸不到他 或是说他不晓得在哪里 很远而远 我现在告诉你 他今天要告诉你 他跟你的接近 我们有一首诗歌 我们应该要唱到 到现在还没唱到 他接近到一个程度 比那个皮肤还要更接近 你的皮肤还要更接近 你只要信 因为他是充满万有的 并且他充满 所有属他的人 你信吗 今天求神 除掉我们的疑惑 我们的怀疑 你要除掉这个怀疑 他与你同在 他也许默默的 但是他知道 你只要让他牵着你的手 你一定会走进 他要你去的那个命定 明白吗 我要你们去思想这件事情 这个仆人 祷告还没结束 利百家就来 我刚刚说 我今天要讲三点 所以我要用跳的 我们先来看这个 我先不要看利百家的反应 我们先来看这个仆人 这个仆人 祷告完了 他的祷告就立刻应验在他的眼前 你看那个仆人下一步 21节 那个人定睛看他 一句话也不说 他看着利百家 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照着他的祷告 在他眼前 他一句话都不说 等到他做完之后 他给了礼物给这个女子之后 知道这个女子从哪里来之后 他又做了一件事情 要祷告 他又祷告 不停的祷告 他不停的寻求神 不停的祷告 他祷告27节 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 是应当称颂的 因他不断的以慈爱诚实 待我主人 他先称颂赞美神 赞美他 其实事情有没有成功 都还不知道 但是他已经看见了 他已经尽力了 他赞美他 以慈爱诚实 待我主人 至于我 耶和华在路上 引领我 一直走到我主人 兄弟家里 我们看见 这位仆人 祷告 赞美 等候 寻求 不要多话 告诉主人 有时候我们祷告 我们跟我们的主人 讲很多话 你应该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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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我们比他更知道 我们讲了很多 不需要 他知道 他什么都知道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仆人 再下一个 等他到了立马家的家里 跟着拉班 哇 这个拉班看到他 就非常高兴 要请他吃大餐 先坐下来 如果是我 或许我会想 好吧 我累得不得了 哎呀 这个一个月的旅程 有没有好好洗澡 有没有好好吃 好吧 先休息休息 我已经知道 神已经做成了 来 坐下来 先大吃大喝一顿 然后呢 睡一觉 休息一下 先体贴一下自己 我要先爱我自己一下 有没有错 我对我自己讲 好像还没错 可是这个仆人不是 这个仆人怎么样 我不吃 我不吃 为什么你不吃 他说 等我把事情讲清楚了 我跟我主人 立了一个这样严重的事 我一定要看见这件事情的成就 这不是一件小事 这件事情在一切事情之前 我主人的事情在一切事情之前 所以他要 他说 等我 把事情说明白了 我再吃 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 我想到主耶稣在世的时候 你知道马可福音吗 马可福音这本书 把耶稣表明的 就是像一个仆人一样 你如果去读 马可福音的时候 你想象 耶稣像一个仆人一样 他常常讲说 他什么 他立刻 他就去做什么事 然后顾不得饭吃 如果不信你看马可福音 我们稍微看一下 马可福音第三章 马可福音第三章 第三章 我们看第三章 第二十节 第三章二十节 你看 耶稣进了一个屋子 众人又聚集 又聚集 不管他到哪里 总是有一群人围绕着他 聚集 甚至 他连饭也顾不得吃 有没有机会吃饭 没有 没有机会吃饭 我们再看第六章也是 第六章 马可福音 同样的马可福音 你可以找到很多地方 但是我只有几点 第六章三十一节 三十一节 他们已经做了所有的事情 已经服侍了所有的人了 然后他们呢 想要暗暗的到旷野去歇一些 为什么 三十一节 他说 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 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 吃饭都没有功夫 这个仆人 耶稣 连吃饭都没有功夫 服侍神 连吃饭都没有功夫 这位仆人 一样的 不能先吃 吃不下 我主人的事情 好像挂在那里 还没完成 我还都还不知道 真相如何 你等我讲完 于是他先把主人的事情 摆在第一位 叙述了整个的来龙去末 给这位女子的家人 等到他听到的一个话语 就说 第五十节 说 拉班和彼徒利回答说 这事乃出于耶和华 我们不能向你说好说歹 看啊 利百家在你面前 可以将他带去 照着耶和华所说的 给你主人的儿子为妻 听见了没有 听见了 这句话听见了 可以了 我可以吃饭了 吃了饭 休息 住了一个晚上 早晨起来 或许我应该去观光一下 想想看 我多少年前离开这里的 他长在咬不烂的家里嘛 对不对 这个地方 我应该故地重游一下 我应该观光一下 拍拍照 没有照相机 不是 他的反应是什么 当他们要多留他 一些日子的时候 他的反应是什么 请打发我 回到我主人那里去吧 一刻都不要单言 当我想到 如果人把 这位仆人 无名的仆人 预表成圣灵的时候 我们常常 刚刚在唱歌 圣灵跟心腹说来 来喝生命的水 这位圣灵 要带着他的心腹 要回到 他的主人那里去 你觉得他愿意单言吗 他不愿意单言的 你一定要把这句话 放在你的心里面 圣灵的心急着 要把这一位 无瑕疵 毫无斑点 找到了 能够全心全意 爱他的这位心腹 呈现给 他的主人 呈现给 差遣他来的那一位 耶稣啊 我们的耶稣 这是圣灵的工作 在我们里面 正在做的工作 第二个 我要看李百家 我们再来看 这位女子 这位女子 这位心腹 怎么样 才能够被拣选 成为心腹 不是所有对耶稣说 我愿意相信你 请你进入我心里面 居住的人 都是心腹 我们早就明白这一点 主耶稣在 启示录里面 也一再告诉我们 只有那些得胜的人 才可以跟他一同 作息 但是在这里 我们要来看 这位女子 有什么特别 这位女子 立百家 有什么特别 当 这位仆人 做完这个祷告之后 立百家就出现 他出现以后 这个仆人 看见他来 马上跑上去 迎上去 很急啊 迎上去 对他说 求你将 瓶里的水 给我一点喝 就这么一句话 其他是他的祷告 你明白吗 他说 我会跟他讲 给我一点水喝 然后他如果说 我给你水喝 又给你骆驼喝 那么这个女人就是了 女子就是了 但是这位仆人 只跟立百家 讲一句话 请你给我一点水喝 就是这样子而已 我们看 这位女子说 第十七节后面 我主请喝 就急忙拿下品来 急忙 你要看见他 赶快拿下品来 拖在手上 给他喝 他用品拖着 然后他就 喝 女子给他喝了 就说 我在为你的骆驼打水 叫骆驼也喝足 他就急忙的 把瓶里的水 倒在草里 又跑到警棚 急忙又跑 急忙又跑 这位心腹 这位女子 急忙又跑 他的特质打水 就为所有的骆驼 打上水来 据说一匹骆驼 要喝足 喝足这个水 需要25个 加仑 他的这个 立白加仑的这个水瓶 顶多只能装 5个加仑 5个 25 10匹骆驼 如果说 一趟要10分钟 一趟 25 要5趟 来来回回 10趟 10匹骆驼 至少要 1 2个小时吧 需不需要 需要 很长的时间 而且这个水 装满 倒倒倒 骆驼 喝喝喝 所以那个人 才会定睛 看他 看着他 跑来跑去 跑来跑去 立白加仑还没讲话 就是做 心情的做 心情的做 我为什么要讲 那么清楚 因为我要让你们 放在心上 支撑一个图像 印在你的脑海里面 这就是他被拣选的 理由 他被拣选的理由 他的理由是什么 他是一个 非常勤劳的 心腹 有一个特性 有个特质 很勤劳 很勤劳 很主动 很像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不是在 帐篷里面 看见有三个人 站在那个树底下吗 他就跑去 请他们留下来 赶快又跑去 请他的妻子 让那个仆人 做饼 宰杀牛 来招待 这三个客人 当然他知道 这三个客人 特别 立白加竟然有 亚伯拉罕的特性 好客 你们不能要走 留下来 让我来招待你们 非常的勤劳 立白加完全可以 不用讲说 我再喂你的骆驼 让他们稍微喝一下吧 就好了 不是 让他们喝足 圣仙告诉我们说 骆驼都 喝足了 喝足了 他非常的 热情 好客 非常的殷勤 跟你有关的 跟我有关的 这是 耶稣基督心腹的特性 有一个很宽广的心 他有一个很宽广的心 他有一个愿意接待陌生人的心 愿意接待远人 不认识的人 而且是尽全力的 不计较自己的 不会先算算看的 把他所有的 都完全的 倾倒出去 这是心腹的特质 你有吗 我跟你讲 他被拣选是因为这个 因为那个仆人的祷告 就是这个 他都话没讲完 不是吗 他说 如果我跟他要水 他给我喝 并且又说 我喂你的骆驼 这个仆人怎么会有这个智慧 做这样的祷告 而利百家 根本不知道 他在做这个祷告 他的本性 一个被拣选的 心腹的本性 就是像亚伯拉罕一样的 热情招待的 把别人摆在第一位的 顾念人家的需要的 请全力的 完全摆上 今天我们要看利百家 我们要思想 因为他就是末代心腹的 一个榜样 你要看见 他为什么被 被拣选 为什么被拣选 我们看见 这位女子 当那个仆人把 金拙 金环 好像是那个时候 是戴在鼻子上 戴在他身上的时候 他回去 告诉了他家里的人 我不看他的哥哥 拉斑在后面还会出现 我们在这里不讲拉斑 但是拉斑 圣经的话语 真的是把这个人的个性 其实全部讲得很清楚 几句话你就知道了 我们只看到利百家 下面他在讲的一句话 就是在第二天早上 当这个仆人说 不行 你的哥哥爸爸都说 好 我们把利百家给你的时候 他们的家人要求说 你不要立刻走 在这里再留个十天 女子跟我们在一起十天 这一去也许就再也不会回来 果然是没有再回来 让我们跟他在一起 仆人说不可以担言 于是他们说 让我们来问问这位女子 就让他决定 看他要不要 这个女子 我们看57节 他们说 我们把女子叫来问问他 就叫了利百家来问他说 你和这个人同去吗 这个人是谁 昨天傍晚才在井边遇见的 虽然关系忽然间拉近了 因为他的主人 就是跟他的那个主妇 是兄弟 拿贺是兄弟 拉近了 但是还是第一次见面 你要跟这个人去吗 利百家说 我们一起讲 我去 大声一点 我去 我去 I will go 我去 我要去 中文只有两个字 我去 这位被拣选的心腹 向着良人 向着主耶稣 只有一句话 就是我去 我们很喜欢雅各 雅各 第二章 良人来到 对他的心腹说 我的妹子起来与我同去 起来与我同去 我们的神 我们的主人 我们的耶稣 我们的良人 常常没有给你机会 多想一下 当他来跟你讲说 起来与我同去的时候 他已经准备好要走了 你必须要马上说什么 我去 起来 我去 没有给你很多的时间 在考虑的 为什么他没有给你 很多的时间考虑 因为他之前 他已经预备你了 我们今天从雅各的 这个时间 你如果今天 没有预备好 你的心要跟从 这个良人的话 等他真的有一天 出现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说 起来与我同去的时候 我保证你 你脚上一定有 许多的千斤重 牵绊着你 起不来 所以你如果现在 现在此刻 还有一点点时间 不多的时间 你没有准备好你的心 说我去 只要你随时跟我讲这句话 我就去 的话 我不相信你到时候 真的跟他讲说 我去 我去 这位立板家 他的品质 幸福的品质 或许他从小 或许他从小就被培养 或是神给了他 这样的一个品质 所以这一位新歌 他知道 他说我去 我去 他不知道 讲我去的时候 他其实是走进了 神 极大的应许里面 跟着全人类 有关联的应许里面 他要做千万人的母 他要成为 以色列的妈妈 以色列是谁 雅各 雅各 的妈妈 他成为千万人的母亲 他的家人 祝福他 我们的妹子 愿你做千万人的母亲 哇 愿你的后裔 得着仇敌的城门 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的 在献以沙之后 神祝福亚伯拉罕的话 你如果忘记了 我们再回去看22章后面 神对亚伯拉罕说 论福 十七节 我必赐大福给你 论子孙 我必叫你的子孙 多起来 如同天上的星 海边的沙 你子孙 必得着仇敌的城门 你子孙 必得着仇敌的城门 上个礼拜讲 主耶稣 说我手中 我有印尖 跟死亡的钥匙的时候 让我们回想到他曾经对彼得 对他门徒说 硬件的权柄绝对不能胜过他 神的教会 这个祝福落在利百家的身上 落在那一位 预表着好像教会 好像耶稣基督心腹的利百家的身上 他的子孙 他的后裔 要得着仇敌的城门 今天你跟我 如果我们承认 我们真的是 他的心腹 我们愿意做他的心腹 我们今天 得着那个权柄 我们已经得着那个权柄 硬件的权势 绝对不能胜过你 你知道吗 你明白吗 如果你明白 请你记得 不要继续在仇敌的面前 老是屈膝 转身向后逃 害怕 你明白吗 你知道你是谁吗 你知道你是谁吗 请你记得 真的请你记得 你如果是耶稣基督的心腹 你有一个特质 你有一个奋不顾身的特质 你有一个能够像你的良人一样 可以将蛇跟蝎子 践踏在你脚下 那样的勇气 那样的权柄 你明白吗 要活出 与你所蒙的恩相称的样式 每一个人 你都要活出 与你所蒙的恩相称的样式 利百家 利百家是一个抓住神应许 不改变的人 不管他做什么事 不管他用什么方式 他仅仅抓住神的应许 不怀疑的 于是我们看到最后 我们看到后面 我们看见有一个人出现 利百家和他的使女们起来 骑上骆驼 跟着那仆人 仆人就带着利百家走了 有一天圣灵要带着他的心腹 回到他的主人那里去 他的良人那里去 62节 那时以撒住在南地 刚从比尔拉海来 比尔拉海来的意思就是 看顾人的神的井 一个井 看顾人的神的井 63节 天将晚的时候 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 举目一看 见来了些骆驼 利百家举目 看见以撒就急忙向了骆驼 问到仆人说 这田间走来迎接我们的是谁 仆人说 是我的主人 利百家就拿帕子蒙上脸 仆人就将所办的一切事都告诉以撒 以撒便领利百家进了他母亲的 撒拉的帐篷 娶了他为妻 并且爱他 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 这才得了安慰 在这里 以撒再一次的出现 以撒预表着 弥赛亚 记不记得耶稣 在十字架上 被钉在十字架上 在各个他 他被钉在十字架上 他死了 他流血埋葬了 死了 到阴间了 但是他三天之后复活 像是他的门徒显现四十天 我们都知道 四十天 他在门徒的面前 升上高天 升上天去 圣经告诉我们说 他如今坐在 父神宝座的右边 好像隐藏 不见了 我们不知道他在哪里 但是他有一天 还要再来 圣经在这告诉我们 罗马书西伯来 不告诉我们 他在阿巴夫那里做什么 为我们代求 为谁代求 为他的心腹代求 当我们看到说 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 我们翻成默想 默想好像安安静静的默想 其实在西伯来文里面 有一个意思 这个默想这个字 其实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字眼 默想是一个很深的一个代求 很深的 英文叫Foespo 非常强烈的一个代求 他在代求 他知道他的仆人出去 在为他找妻子 他仆人去了 不晓得能不能找到这位心腹 这位妻子回来 或许以撒在为他的妻子 为这个仆人祷告 为妻子祷告 如同我们的大祭司 如今在父神宝座右边 在为他的心腹代求 代求 日夜的代求 不停的代求 忽然之间 心腹就出现了 利百家就出现了 我们看见利百家出现了 或许 我承认 我愿意这样相信 以撒真的是如同 在这个经文里面告诉我 他如同我们的主耶稣一样 在摩利亚山上 被献为祭之后 是的 经文真的很奇妙 神的话语 安排 谁出现在这里 这句话怎么讲 你们不要以为是随便写的 都有含义的 以撒不见了 直到他 看见他的心腹 他在出现 是否 我们的主耶稣 如今好像我们看不见他 我们不知道他 但是你要记得 圣经告诉我们 他在为我们祷告 他在为我们祈求 我们是谁 我们应该就是他的心腹 他在为我们祷告 如同彼得要三次否认 耶稣之前 主耶稣说 彼得我已经为你代求了 你跌倒之后 你再起来的时候 你要兼顾你的弟兄 他早在祷告 他纪念你 他顾念你 记得他从比尔拉海来 看顾人的神 提醒你 他看顾你 今天你不要凭感觉 说我摸不着他 我摸不着他 我看不见他 或许他不在 他的真实 如同比空气 还跟你更接近 充满你 在你里面 他等候你 为你代求 有一天 当你全心全意的 如同利百家 一样说 我去 我觉得很奇妙的是 利百家没有多话 不多话 我去 就一去不回头了 走上一条不归路 走进他的命定里 成为千万人的母亲 使他的后裔 能得到仇敌的城门 我巴不得 我们每一个人 心里面 今天有一个回应 有一个回应 我去 我愿意 我去 就像我们上个礼拜 在唱的 我在这里 我去 我愿意 让他牵引你的手 走进 那个未知里面 走进 只有他知道的那条路里面 不再回头 不再回头 因为你在路的尽头 你一定会看见 你的救赎主 你一定会看见 你的良人 你一定会看见他 坚定的相信 不要改变 不要改变 愿神 赐福他自己的话 让我们能够好好的 宝贝 他的话语 活出 他的话语来 我们再一次的 敬礼 我们的良人 为我们所做的事 我们相信你的话语 再一次的 对我们 说话 今天有耳可听的 都听见了 我们求主 你把你的信息 你的话语 你爱的言语 为我们 封存在我们的 心的深处 使我们再一次的 有你的话语 抓住你的应许 单单的注目于你 跟随你 主 谢谢你带我们走这一条 看似未知 还不知道 前面是什么的道路 可是我们知道 你充满我们 你与我们同在 你永远没有离开我们 直到你为我们带导 你看顾我们每一步道路 直到我们能够 走到那田间 如同利百家一样 遇见他的以撒 直到我们能够遇见 我们的良人 耶稣啊 求你继续来兼顾 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 更加来爱你 单纯的 就是爱你 谢谢主耶稣 我们起立领受 谢谢主耶稣 谢谢主耶稣